无名起了以后 这我们变成凡夫了 我们要费许许多多时间去修行 把无名破掉了 再恢复自信了 这个恢复自信之后 我什么时候再会起无名呢 这些问题 是大问题啊 根本的疑问 夫努那尊哲在论言会上 都听我们提示提出来了 世尊解答的是 问为什么会有无名 佛讲的很明白 知见立知是无名本 无名的根本呢 就是知见里头 你再列一个知见 这就是无名本 你怎么迷了呢 你在这个知见里头 再去建立一个知见 怎么再去建立一个知见呢 我们看这个秦初啊 这是花了 这是叶子 迷了 本性里面智慧光明 在我们佛教的名词 称之为菩提 但是迷了以后呢 菩提就变成了烦恼 我们在大经上常常看到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 觉悟了 烦恼叫菩提 迷了 烦恼叫 福提叫烦恼 它是一个东西 一个具恶 一个谜 生死涅槃呢 也是如此 觉悟了 叫它做涅槃 迷了 叫它做生死 是一桩事情 我们今天在迷啊 所以我们的色身呢 是烦恼之所变现 这个烦恼呢 就是性光迷失了 变成了烦恼 诸佛菩萨的这个色身呢 是性光之所变现 我们六道凡夫 性光变成了烦恼 烦恼就是性光 性光就是烦恼 但是变成烦恼 变成现在这个色身 所以用隐来比喻 自信智慧光明是体 这个体的影子 那就更不实在了 所以这身体更不实在了 所以此世此生呢 此世讲我们的世界 世界是假的 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真的 现前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经上讲的泡淫 同一 与言与之 同一原生呢 同一原生 那么可见身世 与泡淫 同一虚妄 这个都是死实 身体很脆弱 这个世界也很脆弱 岂可明为真实 你要是把他当真 以为他是有这个错了 与四实真相 完全不符合 这个下面呢 引《楞严经》的一段经文来说明 这一段经文在《楞严经》里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楞严经 任务中迷 毁昧为空 空毁暗中 戒暗为色 色诈妄想 想象为神 经文只有六句 他这个六句 把宇宙 人生的来源形成 变化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不是究竟透彻的明了 绝不可能呢 用这么简单的语句 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 其因是什么呢 任务中迷 这一句 就是讲的 无名 一般经上常讲的 一念不久而有无名 这一句话 就是一念不久而有无名 这个就迷了 为什么会迷 为什么会迷 那个原因呢 就是这第一个字 人 这个东西麻烦了 也是 也是愣眼镜上说的 福诺那尊者 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起无名 无名 无名起了以后 这我们变成凡夫了 我们要费许许多多时间 去修行 把无名破掉了 再恢复自信了 这个恢复自信之后 我什么时候 再会起无名 这些问题 是大问题 根本的疑问 福诺那尊者 在论言会上 都听我们提出来了 师尊 解答的是 问 为什么会有无名 佛讲得很明本 知见列之 是无名本 无名的根本呢 就是知见里头 你再列一个知见 这就是无名本 那么在这句话里头 就是认 这个认就是列之 这个话了 意思很深 我们还是很难懂 什么叫知见 知见是本有的 是本能 是真的 不是虚妄的 我们今天睁开眼睛 外面境界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则佛法叫知见 这是真的 不是虚妄的 你怎么迷了呢 你在这个知见里头 再去建立一个知见 怎么再去建立一个知见呢 我们看这个清楚啊 这是花了 这是叶子 迷了 这就是无名本了 那你这不叫花叫什么啊 那你就迷得更深了 越迷越深了 这个意思 佛法没到中国来 我们中国的老子懂得 明可明非常明 道可道非常道啊 所有这些名相的时候 是人给他起的 我给他起这个名 他给他起那个名 个人起的不一样 于是就有增值了 就有误会了 那麻烦就来了 那么这个立志 立志就是妄想啊 你在一切境界里头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职责 你所建立境界 就是一针发界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佛菩萨没有烦恼啊 发界是平等的 发界是一如的 发发界势的 一由分别执着 麻烦大了 一如界势都没有了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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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祢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っ 阿 祢